Hello! 北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玉浪島化工園區 如何打造成為新加坡化工的重鎮 但又是環保重要的典範 如何做得到? 基於兩件事是有矛盾的 因為你要這樣做 就會很難 有多難呢? 但你如何克服得到呢? 就是一定要 在事先規劃做了很多很多功夫 還有你最後想拿些什麼結果 他們拿的結果是比較奇怪的 新加坡拿的結果就是要永續發展 要配合未來的發展 還是要永續 所以為什麼北基道要找了很多資料 整合了之後 一定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了 當大家一腳踏進去工業社會的大門 工業的水污染就成為了你們經常 經濟發展揮之不去的陰影 為什麼呢? 在這個化工行業污水的處理 處理得不到呢? 天天你都會發覺 這就是造成最大的困擾的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你又要經濟發展 剛剛才說 但是你如何可以將這兩件事 混合起來 還是要獲得別人家驅 成為典範中之典範呢? 那就是要做了很多很多 詳細的部署 做了很多analysis 以及實施的過程 遇到非常多的艱辛 好了 這個在這個資源極度缺乏的新加坡 工業基礎落後的亞洲小國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探索發展 不但成為世界工業發展的重鎮 更加被讚頌為世界最美的花園式國家 經濟發展和環境都能夠放在一起 也都處理得非常好 完全是好像沒有任何不協調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重化工與花園城市共存的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化工行業與C2城市曾被人們認為是一個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敵人 但是如何做到可以和諧地共處呢? 今天北基道就將這個魚狼島化工園區 如何可以做到這樣呢? 為大家完完全全披露了 魚狼島位於新加坡的西南邊 這裡是化工的企業林立 是新加坡能源與化工的中心 也是世界級煉油的石化基地 是新加坡工業污水排放最多的集中地方 而魚狼島的工業區與民眾的生活區 相近有9000米 在兩個地方之間 竟然能夠養育了東南亞的 鳥類天堂之稱的魚狼島飛琴公園 棲息著數千種飛琴 一邊是煉油 月希、PX等這些完整石油 化工產業的工業鏈帶 一邊是綠意形形鳥羽花香的休閒工業 魚狼島上面有著一個鮮明非常強烈的對比 所得到出來的效果呢 其實是真的很難做到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顧青陽是這麼說的 魚狼島在開發之前 新加坡政府就特別關注了環保的問題 進行了超前的科學規劃 當地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 建成包括總場一百多千米的現代化工勞網 發電量佔全國一半以上的魚狼島電廠 魚狼島的碼頭、自來水廠 以及三百多標準的廠房 同時學校、科學館、很多很多等等各樣的措施 都在這裡 使到魚狼島成為生產和生活的綜合體 根據這個地理環境的組成 當地政府還將靠近市區的東北岸 發展新興的工業和無污染的工業區 重點是發展電子、電器、技術、加密工程等等的產業 沿海的西南部就為港口的重工業區 中部地區就是輕工業和一般的工業區 整個魚狼島的規劃也有住宅和生活區 所以規劃方面一早已經預留了10%的公園地帶和風景休閒區 包括世界著名的飛琴公園、不同的森林公園 所以在這裡有花園工業鎮的稱號 聽完了部分 下次回來我就會繼續說他們怎樣做整體的規劃 多謝大家 我們繼續說重化工並不可怕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要怎樣做好土地規劃 要好好把握這個工業合理的選擇 同時確保有足夠的土地來 搞定環保的設施 例如排水的設備、垃圾收集、處理設施 還有環保措施之前規劃好 將新加坡工業區和住宅區緩衝的部分 要怎樣去處理得好 這個就是重點了 如果不是就變成一塊一塊 它就將它變成整合了 不是一塊一塊 另外 新加坡任何人只要付費 就可以知道規劃的變化最重要 不斷大家都可以知道 政府在這個開發上面 有什麼新的概念 然後加入去 新加坡是一個嚴重缺乏淡水資源的國家 建國後很長的時間 有一半的淡水是由馬來西亞 那邊供應的 為了擺脫這個嚴重的制約的局面 新加坡更加重視發展 創新工業就是在排污水技術上面 以及提高企業在處理水 用水這個部分上面 企業是非常注意這個情況的 所以長期都是要重視工業污水處理 以及獲得長期可持續的用水 新加坡現在已經以用水不是一種的廢水 而是一種國家資源 可以用於來製造新生水 工業的污水就是新生水的來源之一 採取有效的措施 制定工業廢水的排放顯得非常非常重要 亦都非常變成關注了 這個是關鍵 新加坡對這個工業廢水進行的源頭的控制 但是工業企業被要求建立工業污水 這個預處理的設施 根據相關的法律要求 在其污水排放公共管道之前 對其進行了標準處理 不是跟你說笑 原來要罰錢的 做得不好要罰的 是的 魚狼島是新加坡最大的化工企業 工業污水排放的集中地 工業污水治理的任務 尤為艱鉅 這裡的排污必須要處理與合乎 這個新加坡環境保護與管理條例的標準 然後才可以安全地排入大海 或者進行工業再利用 即是換句話說 如果這些法例定低了 你們做不到的 怎麼辦呢 喔 告你啦 不用想啦 是啊 你就抓人兼封艇的了 所以先進處理這個技術 提升工業污水的處理 就變成十分迫切了 2007年的時間 魚狼島最大的水處理的企業 就是這個聖科集團 他也跟其他環境的公司 中信環境的公司 聯手製造了新加坡第一個化工污水處理 MBR叫做膜 膜生物反應器的項目 出水質質量達到優於一級A的標準 而這個項目也整個亞洲區最早做到MBR的項目之一 由於聖科集團聯手之前 中信環境已經擁有自己創新的膜的技術 以及美能膜的產品 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個化工的項目上面 達到這個循環再造水的標準 接省新鮮用水能夠達到200餘萬噸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有助了這個新加坡魚狼島 在這個污水排放上面 達到一個超前的地方 新加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執法有力 新加坡在工業污水排放方面 有嚴格法律規定 新加坡的環保法例非常專業 法規和這個企業的指引 是公開透明公眾知情 政府執法方面有非常詳細的紀錄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根據法律授權 公共事務局的官員 可以進入工業的企業 對非法排放進行這個調查 非法排放事件 必須得到迅速而有效的直接處理 公共事業局是會將盡量的調查 包括提取這個污水樣本 現場拍照等等 所以他們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就令到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監管和執行的機制 所以新加坡的污水處理 為什麼直到現在有這麼卓越的成就 就是在這方面 既要在設計之前 做到一定要達到我們這個要求 而執行方面 是具細無謂 非常有力 而且 所有的資訊是非常詳細的 所以今天這樣的成就 不是浪得虛銘 浪得虛銘的成功就是在設計之前 你要做到什麼結果 就達到什麼成就 多謝大家